大V发范冰冰私生子传言遭索赔50万。25日将开庭审理。 搜狐娱乐讯。据上游新闻报道,范冰冰私生子真容曝光罕见为奶赵外泄,爸爸是红金宝,3月11日,65岁的湖北隋州大V孝穆森在其个人微博我说我凭转发了此文。 5月27日,她收到了法院传票,原告范冰冰诉称自己名誉权受到严重侵犯,索赔50万元。 记者从范冰冰代理律师杨女士处获悉,北京市朝阳区法院将于6月25日开庭审理该案。 民事传票 范冰冰在诉状上阐述的事实与理由是,2018年3月11日,孝穆森在其个人微博上发布博文宣称,近日,范冰冰私生子真容曝光,更有十分罕见的范冰冰为奶赵外泄。 范冰冰私生子真容曝光后,传范冰冰私生子爸爸是红金宝。 知名博主北京东宇通过微博曝光范冰冰进照,照片中的男孩戴着一副黑框眼镜,显清秀可爱,范冰冰并不太像的。 民事企诉状 范冰冰认为,孝穆森所发布内容及网络文章毫无事实依据,系人身攻击和公然诽谤。 截至公正取证之时,孝穆森的微博账号粉丝数量高达50万余人,涉案微博的评论及点赞数量达8000多次,所发布的诽谤言论传播范围十分广泛, 给范冰冰造成了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,带来了极大的精神痛苦和创伤,构成对范冰冰名誉权的严重侵犯。 范冰冰的诉讼请求是,判令孝穆森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报纸上,即涉案个人微博主页制定位置公开赔礼道歉, 至欠内容应包含本案民事判决书的主要内容,网络中至欠持续时间不少于90日,索赔经济损失20万元,精神损害抚慰金30万元,共计50万元。